远方隐隐可见 又有一艘鬼舟正在行来 声势格外浩大 而在那鬼舟前方 更有一员大鬼 轻面獠牙 背身双翼 手之康叉 散发出逼人的气势 向此处而来 分明又是一尊强敌将至 有见多识广者更是叫道 是夜叉 飞天夜叉 夜叉也来了 听到夜叉之名 众人皆感绝望 明界飞天夜叉的凶猛 即便在人界 也是有所传播 正在绝望之际 却见那夜叉停于空中 以人类语言高声道 此成 从现在起归我摩罗至所有 其余鬼船进阶退开 否则 休怪本王不客气 来自飞天夜叉的话 显然让所有的鬼物 都受了一惊 万鬼屠城的时刻 正当努力奋战 杀尽城去 反正城内有的是人 有的是饮不尽的鲜血 吃不完的人肉 怎么在这个时候 却冒出这么一个家伙 说这样的话呢 莫名其妙的情绪 营绕在每个有头脑的存在心中 一艘鬼船靠过来 穿上鬼丸道 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夜叉 空中的夜叉 给他一个高傲无懈的表情 哼 我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而你却不知道自己在面对什么 这无理的回答 彻底激怒了众鬼 一名鬼王已是叫了起来 滚开 万恶之鬼踏足的一方 不允许一个夜叉进入 这里不欢迎你 赶走他 所有的鬼物一起叫嚣起来 夜叉猙獰的鬼脸上 露出一丝笑意 哼 想打架吗 正合我意 说着已向下方一艘鬼船扑去 那船上是一只阴煞修成的鬼王 见夜叉扑来 发出嘶的一声尖叫 鼓出无尽的冰霜气息涌向对方 只是夜叉天生肉身强悍 面对着可冻结血液的极音煞气 竟是理都不理的赢得上去 那极音煞气扑打在他身上 便若无事一般 只让对方打了个寒战 下一刻 那夜叉已冲敌鬼王身边 手中钢叉对着鬼王刺去 看似简简单单的一次 却印含着恐怖的力量 那鬼王知道不好 已在瞬间给自己加持上护体法照 钢叉落在法照上 震荡起一片光滑 下一刻 叉肩已擦破法照 狠狠戳在那鬼王的身上 那鬼王发出一声凄厉的嚎叫 还想抵抗 却看到那夜叉 已经挥舞着钢叉杀了过来 目光冰冷 这冰冷的目光 让那鬼王感到一丝不对 如果说 他先前从夜叉身上 感受到的只是狂妄 那么这个眼神 传递给他的讯息 却绝对不是狂妄 而是某种坚定 一丝不妙感 从他心底升起 本能的让他激发出全身的能量 一片黑色雾气 从体内迸发 将他整个笼罩 鬼王的身影 已变得虚无 飘忽 向着空中虚处淡去 在他想来 夜叉只是肉身强横 并不擅长破虚 但就在那一刻 这名夜叉已然冲过来 对着他摇摇击出一拳 虽然只是看起来不起眼的一拳 但是那一刻 鬼王还是感受到巨大的威胁 那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凶险感 以至于他本能地大叫了一声不 这也是他发出的最后一声呼唤 随着这个不自出口 夜叉的一拳已轰在他虚化的身躯上 一股浩瀣磅礴的能量 随即在他身体中炸开 那一刻 这鬼王发现自己面对着恐怖的能量 甚至连挡一下都不行 只是一瞬间就被乌尽的白光彻底吞没 刷 冰雪消融 在其他鬼物眼里 这一切变得更简单了 这名突然杀出来的夜叉 只是两次冲击就杀死了一位鬼王 甚至没能让鬼船上的众鬼来得及做出反应 那鬼王一死 整艘鬼船坐鸟受散 再也无心战斗 纷纷呼啸一声 向后退去 这夜叉 自然就是唐杰 在晋升天心后 他实力再一次飞越了一大步 刚才那鬼王不过是最低等的初阶鬼王 他托反时就能打败对手 在唐杰天心之后 能够抵挡唐杰以此攻击 已是他水平不错的表现 被两击杀死 简直是再正常不过的 在唐杰眼中的正常 落在众鬼中却是一片惊骇 剩下的五艘鬼船 几乎是不约而同的联合在一起 一起向着唐杰靠去 这五名鬼王 三个初级 两个诸级 此刻联合出手 就连五船中鬼 也是一起出动 如此众多的力量联合在一起 就算是画魂巅峰的修者 也能消灭 然而 面对这股强横的势力 唐杰却只是哈哈一笑 那就来吧 看看我夜叉一族 可怕过什么人来 说着刚叉一指 那三尖插上 便射出三道禁忌 竟是分别刺向三个鬼王 同时 唐杰手臂一挥 一道更雄浑的掌力 已拍向一轨 留下最后一艘鬼船 却不理会 只是飞腿连踢 两股苍茫的气劲 便射那剩下的鬼王 他竟是同时挑战五个鬼王 其嚣张狂妄之处 令人震惊 五大鬼王同时出手 再加上鬼船降兵一起发动 无数气劲锋芒 在瞬间布满天空 形成一股汹涌的浪潮 以割裂苍穹之势 朝着唐杰而去 面对着恐怖的攻击 唐杰却长笑着架起双臂 正面迎上 一股又一股的力量 从他的双臂间奔涌而出 形成一片强大的涡旋气流 那些法术轰击在这些漩涡上 历时爆发出惊人的能量风暴 唐杰却半步不退的毅力空中 大声吼叫 面目涨得通红 于是越来越多的气劲涌出 竟是生生顶住了众鬼的围攻 这简直就是不可思议的事 硬生生以一己之力 对抗数百倍于己的对手 修为却不过是初劫鬼王 这完全是不合常理 众鬼惊骇莫名 唐杰却以哈哈大笑 呵呵再来 双臂挥动 那一股涡旋气流 已涌动着形成一个巨大的气团 竟反过来向对手砸去 众鬼为他所逼 竟不得不与他对号 这也是唐杰有意为之的结果 他就是要借对手的力量 来磨练自己 一方面 因为兵主之道在于锤炼 越是应战环境 就越是能激发自身的力量 二来则是他的完美之躯的特点 法力荣于全身 力气与法力完美荣为一体 才能使得他看起来平淡无奇的一拳 却拥有远超一切的威能 而这种融合 同样需要断打进一步加深 于是他如今刚入天心 全身气血迸发 正是接受断打锤炼的好时机 因此三点 唐杰悍然选择了硬碰硬的战斗手段 面对五大鬼传的联手 全然无惧 出手硬扛 一股又一股夹杂着 宏大力量的拳进轰出 这拳进看似体修蛮横之力 其实内中却充满法力作用 使其更具变化 更添微能 气势磅礴复杂处 远超想象 如果说五大鬼传拥有的是绝对数量 那么此刻的唐杰拥有的就是绝对质量 前无古人的完美之躯 在他身上融合 形成的磅礴伪力 汹涌流动着 带动着他上演出一场超强绝杀 就见天空之中 一名飞天夜叉毅力当空 不断向着下方轰拳 看似简单的轰击 却带来令人不敢置信的威能 每一拳击出 都带有石破天惊的力量 拳风所到之处 是一片又一片的鬼族死去 像割麦子似的纷纷倒下 远处的城头之上 那群人类修者见此情形 已是彻底傻掉了 一名修者战战兢兢道 师兄 这应该是子府威能了吧 那力师兄摇了摇头 不像啊 子府威能通天彻地 威能广泛 一法之力可灭半城 那夜叉虽然强悍 但一拳之威 终不过是数值丈地 从波及层面上看 应当只是灵魂级别的修为 只是 只是这波及范围虽然不广 但为何威力却如此恐怖呢 那力师兄虽然不在战阵之中 却还是能感受到 来自远方攻击的强大与可怕 那轰击出的拳风 凝而不散 轻易不会波及到范围以外的区域 但只要是在其攻击范围内的存在 就绝无性理 在那恐怖的拳风下 所有拳风笼罩的区域 都面临重大的生存考验 就连五大鬼船激发的守护罩 在领列拳进中都摇摇欲坠 那扑面而来的攻击 更是被这拳风 直接催枯拉朽的摧毁 强横的体魄 真正将蛮横 锐不可挡的定义 发挥到淋漓尽致 看得众人意识无言 一名修者道 师兄 你看谁能赢 那丽师兄回答 若以实力论 那夜叉虽然强猛 却未必能一直如此坚持下去 只要五大鬼船能坚持到底 夜叉未必能赢 不过 不过什么 大家一起问道 不过那夜叉 其实不是孤军奋战的 丽师兄悠悠道 目光所及之处 正是那后方鬼舟 自夜叉初战起 那鬼舟便一直不动 毫无疑问 它应当是属于夜叉的 和那夜叉一样 这艘鬼船 同样展现出 其他鬼船 所不具备的磅礴力量 在它的后面 是一支庞大的鬼族部队 根于其后 若只是单人独占 夜叉或许会利有不敌 但加上那艘同样强大的 诡异的鬼船 那么谁会是最后的胜利者 就不言而喻了 那还等什么呀 有人急的 赶快走啊 再不走来不及了 走 我们还能走到哪儿去 丽师兄望远远方 悠然回道 这话说得大家皆是一乐 是啊 他们还能走到哪儿去啊 炎阳界已遭入侵 到处都是明界鬼物 除了死战 他们已经没有出路了 再看看那夜叉的强横与可怕 老实说 就算他们能先走一步又怎么样 没有一个人有信心 能逃出那夜叉的追杀 战斗还在继续 五大鬼船的败局 却已经注定了 事情比利师兄想得更加极端 白鬼夜行舟尚未出动 五大鬼船已渐渐支撑不住 这倒不是说五大鬼船联合起来的力量 真的完全扛不住唐杰的攻击 唐杰毕竟只是出入天心 凭借强大的实力 起初可以对抗五大鬼船合力 但是消耗巨大 随着消耗渐渐增加 最终肯定会不支 但五大鬼船有个致命的问题 就是他们其实不齐心 当唐杰展现出自己强大的实力时 五鬼终于胆怯了 一艘鬼船率先示弱 开始向后退去 接着又是一艘鬼船同样退后 在见识过唐杰的惊人实力后 他们已经开始认同唐杰先前所说的话 打算把这个城市让给对方 但是唐杰显然不这么打算 五退其二的结果 是唐杰压力大减 可以专心致志的攻击起义 剩下的三大鬼王再想走时 已是来不及了 在唐杰的滔天煞威下 一个接一个的被轰成碎片 在消灭到三个鬼王后 唐杰看向两个鬼王逃走的方向 哼了一声 哼 若是当时就走 本王就放过你们了 现在再走 却是晚了 说着 已向那两大鬼王逃走的方向追去 船头一杆修着本已坐等待死 突然间见那鬼屋内讧 竟是连人类城池都不要了 一时间都傻了眼 本以为 那夜叉追了两大鬼王之后会回来 但接下来的日子 那夜叉竟是一去不回头 一场灭顶之灾 就这么莫名其妙的没了 让大家百思不得其解 摩罗智 我记住你了 凄厉的惨叫在荒原上响起 一名鬼王发出最后的呐喊 唐杰慢声道 哼 有本事过了轮回也不忘 顺手一掌拍出 那鬼王已在圣光火焰中化成一棚青烟消散 鬼王一死 鬼船上剩下的群鬼屋手 站立大减 接下来不用唐杰出手 就见白鬼夜行舟上群鬼如潮 直接将剩下的鬼屋淹没 唯有一名死士在逃离时被唐杰一拳轰杀 兵子绝发动 石海中便又多了一些黑沙 他如今连番屠戮 手中击杀的死士早就超过十个之多 黑沙又原来的一小点儿 逐渐变成了一个小黑球 只是对唐杰而言 这距离他想要的还差了很多 在心灵深处 唐杰知道自己有一场大劫难即将到来 他必须在那之前做足准备 此刻收了拳头 唐杰看了一眼天空 黑暗天幕依旧是那样的辽阔 无尽的苍穹被笼罩在夜色之下 浓重的阴气替代了炎阳界一贯的炎热 变得腐朽阴暗 死气沉沉 冥界的气息几乎笼罩了整个炎阳界 这意味着明君已经可以在炎阳界的土地上自由进出 真正的大侵袭 在这个时候才真正开始 也不知道人类能不能扛住 唐杰在心里嘀咕了一句叹息一声 无论他怎么努力 这场战争的主角终归还是炎阳界自己 他能做的也只是尽可能多的拯救一些人 消灭一些鬼物 正思所见 胡亭身后呼啸声起 回头望去 见到是一艘鬼船正在行来 赫然是白鬼夜行舟 那坐在船上的夜叉 正是摩罗妻子中的老大 摩罗圣 摩罗圣显然惊讶于唐杰的存在 却不减速 静止将鬼船开来 来到唐杰附近才停下 老三 好久不见 他身为老大 说话气度颇有几分老大的风采 夜叉一族 惯有的凶狠张狂 倒是不多见 唐杰微笑道 大哥好 许是被唐杰这句大哥 叫得有几分不适应 摩罗圣很是愣了一会儿 这才点头道 哈哈 好久没听见你叫我大哥了 看来这些日子 你过得还不错 唐杰笑了笑 托劳武的福倒也有些收获 摩罗圣知道 他是暗指当日入酒忧时 摩罗时暗中下手 众兄弟却无人出手援助之事 笑道 哈哈 老五做的有些不对 不过到底也不是什么大事 你就别跟他计较了 当然 唐杰回答 心里补充了一句 我怎么会跟一个死人计较呢 摩罗时已死 众业差分离 各走各路 这摩罗圣看起来也有自己的想法 毕竟谁都想成为叶游城的直接继承人 所以在说过两句之后 就匆匆告辞离开了 看着他去的匆忙 唐杰道 对了 大哥这么急着离开 是打算去哪儿啊 摩罗圣随口道 去南方 有些事要办 说着便匆匆离去 南边办事 唐杰却低头思索起来 此地以南是一片海域 并没有多少人类生活 鬼众素来以人 视为最大资源 无论是以血肉为食 还是收割灵魂化鬼 诱惑不炼之死神兵 都需要大量的人类 这个时候摩罗圣不跑去 攻城独债 抢夺人类资源 跑到人烟稀少的南海区域 做什么呢 一念至此 唐杰已陷入了深深的思索 他想了一会儿 终于做出决定 沙罗 鬼鹰已然出列 尊主 现在由你指挥白鬼一行舟 按预定计划前进 尽可能地阻止鬼船捕食人类 拖他们的后腿 不过最重要的是 要是发现哪里有 纪念神兵一事 一定要及时通知那些人类 明白吗 沙罗明白 鬼鹰不敢轻呼地回答 他现在已经渐渐了解 自己这位爷的脾气了 在这种关键的问题上 绝对不能打半点马虎眼 唐杰这才满意的点头 身形一展 以追着摩罗圣的鬼船而去 他要看看摩罗圣 到底搞什么鬼 对于音乐 对于音乐 中文字幕移动